网络无障碍宣导真文比赛 今年已迈入第七届 此次办理真文比赛 分为成人组及青少年组 向视障朋友征选 关于他们上网浏览的心得 以及关于无障碍网络的感想 此次比赛的评审邀请了 邱满燕教授 李庚佩教授 张德林教授 龙亚珍教授 以及郑元林教授 担任评审委员 每位委员针对每份文章细心研读 并给予各参赛者文章讲评 以自身专业做出公正公平的评分 共选出青少年组前三名 加作十名特别讲四名 成人组前三名 加作十名特别讲一名 以下是青少年组及成人组 第一名文章朗读 成人组第一名 真情无障碍 作者 徐维雅 我是一位视障老师 我和学生们一样常常期待放暑假 在那个时候 学生可以不必到校上课 而我呢 则可转换角色成为一个学习者 利用这时光好好的进行充电 为新学年度个人教学 欲为准备 以面对新学期的考验 由于罹患远疾的缘故 让我处在资讯科技日益更新的时代里 常感工作 生活上的压力 日益沉重 几乎就要不堪负荷 平日总爱帮助弱势学童 找寻各种可能的学习资源的我 一直思考着 与其被动的坐以待毙 被社会淘汰 何不积极的寻求改变 突破 为自己找寻可能的契机与出入 利用这几年暑假 我陆续参与无障碍协会 有生疏学会 及爱盲基金会等机构 开办视障者资讯教育课程 加强与提升个人资讯运用能力 借由电脑老师的教导 我常试学习运用网络资源 设法摆脱视障加诸在我身上的枷锁 让我这位盲老师 能有机会可以跳脱 盲目与茫然的束缚 重新学习优雅逾越的工作与生活 透过电脑老师的指导 以及安装荧幕报读系统 我总算可以自在地漫游网络世界 聆听新闻与讯息 在教材资料编辑上 也能如名言老师一般 创作与规划 设计合一的活动和学习一般 引领学生们获得新知 这一切 皆是因为我学会运用网络资讯 让我能如愿以偿 此外 透过脸书 粉丝团等建制 积极展现学习成果 也跨距离的与学生和家长们 在网络上进行 无障碍的沟通模式 让教学专业延展到网络平台上 如今 我在资讯沟通方面 极无障碍 也能和名言老师般 在网络分享个人教学的专业与心得 去年暑假 我进一步学习手机语音操作 让自己可以随时随地 LINE他人 进行及时性的沟通 搭车 交通资讯查询 也能不求人 这份失而复得的能力 让我倍加珍惜 生命顿时变得充实 生活中 养溢着喜乐与幸福 中途智障 虽然让我的生命旅程 一度变得暗淡 一度变得暗淡无光 然而透过资讯的学习与运用 终于又让我打开心门 让阳光照耀 生命的亮光 生命的亮光 因而再次绽放 前年 我开始借由脸书 网制 记录个人的生命历程 以及上帝在我身上 所施予的恩典 今年 我又积极地学习 匹克邦 部落格的建制 希望借由个人故事 文章分享 给予正线人生低谷的朋友们 一份启示 只要心存盼望 生命依旧可以散发光亮 现在的我 喜欢在清晨利用网络 牧师短讲影片 做个人灵修和祷告 撰写心情文章 传送给好友 或将阅读有感知文章 影片 等连结至脸书 我热切地期待 要把喜乐分享给大家 让更多的朋友 心中都能存有盼望 衷心感谢政府推动 网络无障碍政策 推行与环境建制 使视障者也能如明眼人般 不受障碍限制地 追寻心中的梦想 有爱 有爱不爱 让真情洋溢 让生命充满芬芳 青少年组第一名 人间有爱 网络无碍 作者 陈伯瀚 音乐无国界 可以跨越种族 肤色 年纪 与性别等障碍 无庸置疑的 网络网络也企图以 缜密的脉络 采铺天盖地之姿 来席卷全球人类 并将其连结于 弹指之间 带来便捷的新生活 如果你问我 现在的网络网络 也无障碍吗 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 是的 在有如 陆平专案的 运求帷幄之下 政府与民间组织 通力合作 不仅仅有 无障碍网页 开发的规范 更透过建构 无障碍网络空间 服务网的 线上检测机制 来提供 国内网站进行 无障碍网站建制时 检测与除错的辅助 主动地为 身心障碍者提供 定位导航于千里之外 轻淤解难于 方寸之间 尽管在国内 可以靠着手帐 信心满满地 从五公分的世界 走到五公里外的 碧海与蓝天 然而 飘扬过海呢 可以信赖谁 又有谁 可以依靠呢 五年前 岛盗盲网鼠陪着我 战战兢兢地飞越了太平洋 而抵达了美国 一起深色地阅读着 入境须知的档案 蒙蒙冬董董董董的回应着医院树前的各项资料 那是一场 与台湾家人的桥梁 紧紧地联系着远在天边 熟悉又模糊的身影 暖暖地安抚了手术前的紧张与惶恐 也偷偷地传递了近债之词 少年思念的眼泪 与雀跃的神情 香港的赤辣脚机场 据说是亚太地区 飞机吞吐量最为频繁的机场之一 就在三个月前 随着受邀到迪士尼乐园 进行演出的乐团 抵达之时 就瞠目结舌的见识与感受到了 这几错综复杂 却又自由无碍的景象 竟然有序般地提供 与维持着安全起降的跑道平台 以及一日游走在乐团音乐配对上的 汹涌人潮 随着欢乐音符 看似温乱般地踩踏着愉悦的碎步 却依然可以无忧无虑地大胆向前行 正好比NVDA的游刃有余一般 尤其是在专家学者们的积极努力 以及用心建制经营的网路业者 所推波助澜之下 路平专案终于能让身杖者无碍自由行 远离挫折与不安 自意地遨游于乌鸦的知识学习 与声色俱佳的休闲娱乐之间 如果说视窗导盲鼠是引导着我进入多彩多姿的世界 领略变幻莫测的网路一世代灯塔 那么NVDA就是让我能朗朗上口 饱读诗书的最佳半读 更是处遍不惊 经验丰富的网路超级领航员 苏式有味 为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生 沐浴之而成色 取之不净 用之不洁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业 时至今日 以方便行善概念为设计基础的 无障碍网路空间 透过适当的软体资讯系统 临江登山 清风与明月 江不在世 那么遥不可及 澳大南 五畜 第二 二 三